本剧情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请勿对号入座 一样的大石头雕像 镜头一转,美国华府的乔治城大学有一位年轻的心理学神父卡拉 在面对乞丐的时候,他只能冷漠离开 之所以这么冷漠,还不是因为他很穷 由于神父的职位让他每天忙碌的没有时间陪自己的母亲 就连母亲去世,他都不在身边 生活的不如意,让他开始怀疑自己的信仰 在乔治城的一栋房子里,住着一位当红女演员大美 他和丈夫分居后,独自带着12岁的女儿生活 他的女儿活泼可爱,还特别的懂事 由于自己太忙了,经常没时间陪女儿 所以女儿就养成了自己和自己玩的习惯 这天女儿告诉大美说自己经常玩通灵版的游戏 这应该是所有恐怖片 什么比先招魂系列的最早出现的通灵游戏了 我们都知道这种游戏一般都会召唤出恐怖的东西 一天夜里,大美接到剧组的电话 说马上开始拍戏了 挂了电话,她发现女儿睡在自己的床上 女儿说自己的床会抖动,她睡不着 此时大美听到房子的阁楼里有动静 她大胆地走上去,巡视发现什么也没有 慢慢地大美发现女儿变得越来越反常 就带去医院做检查 在医院检查的过程中,她的女儿变得特别的暴躁 从不说脏话的她竟然多次辱骂医生 还做出奇怪的举动 医生最后给出的诊断是青春期多动症 与此同时,教堂里也发生了奇怪的事情 神圣的玛利亚相被恶搞了 这个特征正是电影开头那个实现的样子 看来恶魔要出来祸害人间了 晚上大美邀请朋友和导演在自己家里举行派对 女儿突然走了过来 对着他们说 你们都会死在这里 然后自己把自己给吓尿了 大美以为是女儿病得严重 给女儿洗了澡就安慰她睡觉了 刚走出女儿房间就听到女儿屋内传出声响 走进屋里一看,女儿的床正在剧烈的震动 第二天,她带着女儿来的医院做了一系列的大检查 检查结果出来显示女儿一切正常 而对于她自己说的床垫震动 医生给的解释是 由于女儿肌肉抽搐引起的剧烈抖动 很显然 医生并不相信大美说的床垫震动 他们回到家里又发生了诡异的事情 女儿被某种不明力量在床上使劲翻腾 她嘴里大喊着 妈妈救命,快让她停下来 接着她的眼睛也变成了白色的 她的嘴里又发出来男人的声音 她的力量大的惊人 一巴掌可以护到一个大男人 医生给她注射了大量的镇定剂才安静下来 此时,医生怀疑女儿患有人格分裂症 建议大美找心理医生来看一下 晚上,女儿的举动让大家下了一大跳 她倒着爬下楼梯口吐喧喧 正常人很难做到这种动作的 第二天,大美找到了心理医生 对女儿进行催眠 心理医生意外地唤醒了女儿体内的恶魔 然后被偷袭了 啊,这酸爽 所有科学医学的方式都行不通后 医生建议她去找神父进行驱魔 回家后,女儿的行为举止更加诡异 她房间里的东西都会乱飞 恶魔控制着女儿在自残 大美上前阻止也被打伤 除此以外,她的头还可以360度的旋转 崩溃的大美找到心理医生神父卡拉帮忙驱魔 卡拉来到女儿房间 看到她被恶魔折磨得不成人样 沟通中,女孩还吐了她一脸芥末 女孩自称是恶魔,还故意挑戏她 嘴里还莫名其妙地说着各国语言 卡拉谎称自来水时 圣水洒在了女孩的身上 女孩表现得特别痛苦 还说很烫 对此,卡拉有点怀疑 她认为女孩在说谎 卡拉对大美说 要想驱魔,必须从她身上找到驱魔的证据 向教会申请才可以进行驱魔仪式 回去后,卡拉找到朋友 翻译了对女孩的录音 发现录音里,恶魔用英语说 要拖延时间直到女孩死去 恶魔还喊出了莫灵神父的名字 看来,恶魔是害怕莫灵神父 这时,她接到了大美家保姆的电话 卡拉来到女孩房间里 看到女孩肚皮上写着救命的字样 她立刻去教会申请进行驱魔仪式 教会请到了有经验的莫灵神父来帮忙 莫灵神父曾经在印度进行为期六个月的驱魔仪式 最终把恶魔赶走 自己也差点丢了性命 莫灵神父他们来到大美家里进行驱魔 驱魔仪式一开始很不顺利 恶魔对两人做出激烈的反抗 在房间里做着各种诡异的举动 甚至再次使用360度转头功能 最后恶魔也现了刑 原来这个恶魔就是那个石像恶魔 过了好大一会儿 恶魔终于消停了 莫灵神父吓得心脏病都犯了 他赶紧去吃了药休息一下 第一次参与驱魔的卡拉神父也吓得不轻 这时恶魔变成卡拉母亲的样子 干扰了他的神志 让他无法进行驱魔 缓过来神的莫灵神父 让他出去休息 自己一个人来驱魔 可莫灵神父年事已高 加上自己有心脏病 那经得起恶魔折腾啊 等卡拉再次进来的时候 神父已经没有了气息 恶魔则是在一边得意的笑 这下卡拉彻底被激怒了 他抓住恶魔碰揍了一顿 并对他说 你有本事来上我的神 别欺负老人和孩子 恶魔就满足了他的要求 附在了他的身上 卡拉趁着自己还有一点清醒意识 就选择跳楼与恶魔同归于尽 恶魔消失以后 女孩逐渐恢复了正常 对于此前的事情 他一点都不记得 到这里电影就结束了 虽然电影漏洞百出 很多环节都让人摸不着头脑 但恐怖氛围做得还挺不错的 在1973年那个时候上映时 还吓尿了很多人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注卡摩电影 看更多刺激的好电影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拜了个拜